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每次 開台的過程 或者是關台的時候 我都會喝很多的水 喉嚨要保護好 保護喉嚨 今天聊聊天 要看書你可以邊看書 邊聽聊聊對不對 沒問題啊 沒問題 今天來聊聊 上禮拜PO那個 跟媽媽的 哇 大家 我來看一下喔 我是說我都有看啊 我是來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數 我平常的影片留言數 都是幾百折 一兩百折 橘子冰的話就比較多 會有五六百折 然後上次的我Jew Raiders 身材的那一部有一千折啊 啊忍者跟海賊也有七百多折 秋天 在裡面 我就看到 那時候是哪一題啊 朋友 對不對 就是你會選擇 你的朋友 還是選擇 你寧可選擇你的事業 這個我們今天就來 看看 跟大家聊聊這個 等一下我回個訊息 好 來來來 嘿咻 好現在都還有人問說 巧巧你真的是跟巧克白和草潮同居嗎 那你為什麼不看那部影片的自頂留言 你都不看自頂留言 我都難過 對不對 我都難過 想知道巧巧在學校是人氣王吧 不算是人氣王就是逗大家笑的吧 帶來歡笑的 因為我從小就很皮啊 你也知道在學校裡通常比較皮的那一群人 對不對 就是大家會打打鬧鬧 就是比較歡樂的那一群人 對不對 有人說 今天要聯絡朋友是不是 那巧克力你沒有朋友 好結束話題 呵呵呵 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 好不好也是有朋友 對 上次那個 我JR的時候 我尤其 就是每一題 大家其實都有各種的想法 ID啊 尤其是像 你寧可不要喜歡喝可樂 還是喝雪碧 居然大部分選雪碧 我這個 為之震驚 我還在自己的私人FV 那邊問大家 弄一個投票 然後沒想到 我現在看一下喔 總共有 1785票 還遠超過那部影片 那部影片的那個 他的 原本的作者是投三 找300人來投票 我這邊有1785個人投 結果 39%喜歡可樂 61%喜歡雪碧 我的媽媽咪啊 呵呵 我們的想法真的差好多喔 但是我後來回頭想 我看一下大家的理由 跟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我自己 以前也是比較喜歡雪碧 那時候也是覺得可樂 好像 比較喜歡 就是會有很多負面的消息啊 比方說可樂 會腐蝕你的 的 身心靈 可能還會致癌 可能很可怕 可能 裡面不知道加什麼 雪碧比較健康 雪碧比較好 對 所以因此而選擇了雪碧 那當然我不是飲料專家 我也不知道 到底哪一個 在健康品質上面比較好 只是單純以口味來說 我現階段 真的是比較喜歡可樂 所以還蠻訝異的 而且以普世的 價值而言 感覺可樂就是遠大於雪碧 所以沒想到 那投票真的讓我哇 好正經喔 好正經喔 呵呵呵 對阿 除了這種就還好 因為這種就是 喜好的問題 所以本來就 就還好 很多的價值觀也是阿 你覺得 哪一個好 那就 就哪一個好 其實也沒什麼 就像是 那個 我就對的那一題有沒有 你爸媽媽跟 跟女朋友 調到 調到水裡 你要救哪一個 我覺得這基本上 也是一種價值觀的問題阿 就是 你想要救哪一個其實也 也不會受到什麼苛責 畢竟這也沒有辦法 如果當你真的 真的只能救一個的時候 那也沒什麼好說的 對 那今天特別想要聊的就是 朋友那一題 因為朋友那一題是怎樣呢 你會選擇朋友 還是選擇你的事業 那時候我跟媽媽都是選擇朋友 不是選擇 我們都選擇事業 因為我們都相信什麼 君子之交淡如水 真正的好朋友一定會 會去 就在支持著你的事業 結果沒想到有好多好多的人 的留言是不一樣的 他們更選擇朋友 他們覺得 事業有什麼重要的呢 朋友更重要 朋友萬歲 我就覺得 哇 大家真的是好熱血 好有意氣 好棒阿 對啊 只是 在比較現實的層面來說 就是還是希望給大家分享一些 想法 跟 一些內容 對不對 就只是大家聊聊天阿 也沒有說你們的選擇 絕對是錯的 只是 給大家一個不同的觀點 讓大家在以後 有些事情的時候 可以去多 想一下 因為我覺得像這種 我幾乎追的題目阿 或者是像這種 這種 不同人之間 討論他們的價值觀的時候 最重要的 不是誰所說的比較重要 絕對不會說 如果我們選擇就是最重要 你們選擇的就是最重要 沒有 沒有這種事情 只是呢 每個人的想法都很重要 但是 聽聽不同人的說法 你可以給自己 有一個不同的眼界 你可以給自己 在以後 思考事情的時候 唉唷 好像有一個 多一個方向 可以去想一想 對不對 我覺得 每次當我玩這種題目阿 或者是 我看大家的留言 就是報紫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會覺得 就是一種 受益匪淺阿 有沒有 你們的想法 看你們的說法 也感受到了一個 新的世界 呵呵 對阿 畢竟我們不同的年紀 其實考量的會不一樣 那我自己會覺得 就像我跟媽媽說 我們選擇事業 是因為覺得朋友 應該要支持事業 其實還有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我其實很討厭 一些說法 就是有一些朋友 他們會像 像是 看 你看動畫阿 或者是一些漫畫阿 或是可能 你們年紀比較輕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朋友 就是說 如果你不 不跟我說說什麼 或者你不跟我出去玩 我就要跟你切八段 你 你 你不見我玩這個遊戲 我就跟你切八段 你小氣鬼 欸 見我 用個東西會怎樣 那個東西讓我吃一口 便當讓我吃一口 會怎樣 你這個人怎麼那麼小氣 我要跟你切八段 對不對 當然這是比較 比較 趣味的說法阿 再更深沉一點 也會有一些是比較 讓 讓你考量更多的 比方說 你在 讀書 朋友就說 出去玩阿 讀什麼書 現在是讀什麼書阿 我們似朋友的 幹嘛 就走 我們出去 闖一闖 出去嗨一嗨 對不對 更甚至是怎樣 他可能想讓你 向你打聽別人的消息 什麼樣的意思呢 比方說你為有其他朋友的 比較隱私的消息 他可能知道 他就說 欸你拜託你跟我講一下 他們的事情阿 欸你有什麼好不跟我講的阿 你是不是朋友阿 哇塞 我把你推心自負 我不過要你跟我講一下 別人的事情 我又絕對不會說出去 你又那麼懂我 你為什麼不跟我講阿 哇你這朋友 真的是怎麼當的阿 我不跟你當朋友了 像這種的 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 會有遇過類似的 我其實真的都很討厭這種事情 我真的覺得這種就是把 拿朋友的名義 再進行恐嚇 再進行威脅 你到底把朋友當成了 什麼樣的事情阿 對不對 身為朋友 在我的理解 應該是怎樣 互相幫助 甚至怎樣呢 我幫你 你不需要跟我說謝謝 為什麼 因為這是朋友應該做到的事情阿 對不對 像當初我最喜歡看的是什麼 獵人 好不好 獵人裡面 到了比較後期阿 蟻王篇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那麼後面 沒關係簡單來說 那時候奇亞 他結交了一個敵方的朋友 一個章魚 對那時候呢 那章魚 那個奇亞就幫助了他 然後那章魚就跟奇亞說謝謝 奇亞卻狠狠的跟他說不需要跟我謝謝 為什麼 因為朋友 不需要道謝 今天我幫你 我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明天我也會覺得你幫助我 我會覺得很理所當然 那是一個 互相幫忙的 不會再那麼客氣的跟你說道歉 道謝 對不對 因為一一要道謝 太麻煩了 太多了 對不對 我們這朋友一定會互相各種幫助 當然我覺得在於我們華人世界就是 有時候請謝謝對不起 多說一定是好事阿 就是不用到那麼的極致 這種的誇張 只是我想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朋友應該是互助的 而不是拿來當什麼 當恐嚇的 這就是情感勒索 完全就是情感勒索阿 所以我看到很多小小客們 被這個困擾 他們那時候有些人選擇朋友 或是有些人 也不是說選擇哪一個 可是我拋出這樣的一個情感勒索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的震驚 也回想起自己曾經也有過類似這種現象 多多少少其實都會有這些 那反過來其實也是 也不希望大家 這樣子的情感勒索別人 就是你今天有沒有覺得 哇我今天約你出去 你顧左右而言阿 就這麼樣的約不出去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子當朋友 你可能會覺得 會有這樣一些想法 可是我覺得 絕對 絕對你可以怎樣 私底下跟他溝通 如果你真的 不希望 我們朋友之間的交往 是我今天約你 我怎麼約你 你就算是這個重要事情 我拜託你 你還這樣子拒絕我 你很難過 也不是用情感勒索的方式 你不幫我 我就不跟你做朋友 對不對 我覺得不是 你是跟他好好的說 我希望朋友是怎樣 怎樣去幫助我 你今天沒有幫我 我覺得很難過 對 但如果你有你的考量 希望你可以告訴我 對不對 就是 要去溝通 而不是勒索 我比較 希望大家可以去這樣子 對啊 聽了 不要有情綁架 見色旺遊 我覺得 看哪 像我們 有時候朋友 自己也會覺得 那個妹子咬你 去去去 你要跟我們出去玩 我們還會跟你說 不要 你去約那個妹子出去 對啊 我覺得 我們朋友是這樣 對啊 我自己的 交友方式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看哪 我不知道女生跟男生是怎樣 男生 比較多是這個樣子 就是 你去見色旺遊 沒關係 沒關係 有妹子好事好事 好不好 恭喜你畢業了 對啊 有人說 想到以前有心事 不告訴一個朋友 結果就被說 傷別人的心 我覺得就是 又是一個兩回事 就是 但是 有時候你會看一個朋友 會心事受苦 然後你會想去問他說 欸 你發生什麼事情啦 那他可能 有些 原因而不告訴你 你就會覺得 哇 我把你當成自己 我一輩子就是你 是我最好的朋友 而你今天還有事隱瞞著我 不願意跟我說 我每一件事情都跟你講 你卻不跟我講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覺得難過 或是什麼的 我覺得就是 像這種事情也是一樣 就是 你受傷的這些心情 一樣都是用溝通的方式 去跟大家去講 就是你可以稍微去說 我覺得 你好像 受到很難過的事情 很希望 可以跟你一起分享 承擔這樣的一個壓力 但是 很多時候 有些事情 就算是再好的朋友 可能也說不出口 因為有可能是 家庭的某些的原因 或者是某些的重大事情 真的 讓你很難說得出口 這是需要別人的去體諒 對不對 我覺得你能夠 把這樣的一個話 說出來的時候 他也一定會很感動 他也可能會跟你講 這樣的一個事情 他所受到的事情 是沒有辦法 跟任何人說的 只是 你的話語 絕絕對對的 有支持到他 那我覺得就是最好的 對啊 好不好 希望大家 在朋友的這樣的一個 事情上面 可以多去想一想 多去思考一下 畢竟在年輕的時候 都會覺得朋友至上 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 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 我們一定怎樣 很叛逆 一定覺得家裡 喔 不喜歡 爸爸媽媽 都在那邊 不懂我 只有誰懂我 朋友 對不對 所以為了朋友 付湯到火再說 不行 然後結果呢 受傷的都是自己 因為 有時候你對朋友付出太多 他們不一定 會 反過來對你付出那麼的多 你要去 想一下 你不能用一套的標準 去面對別人 今天我幫你 那明天你要同等的 幫助我 沒有沒有沒有 朋友之間 戀人之間 都是一樣 家人之間 沒有沒有等價交換 等價交換 是變金術 但在於人與人之間 是打破等價交換的 對不對 感情的事情是怎樣 我拿一半給你 你拿一半給我 沒有 他會拿全部給你 對 友情的事情是怎樣 你拿全部給他 他有可能 連一丁點的都不拿給你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 有時候要想一下 等價交換可能 再煉金術可能 再煉金術可能 絕對可能的 對不對 對啊 反過來在現在也是啊 我自己比較 比較是屬於 與其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更甚至是因為我都很投注在 我的工作上面 所以 很多時候都是 跟朋友的交集 就 尤其是以前的朋友 幾乎就交集 沒什麼一年頂多 幾通電話 這個樣子 對 那現在 比較常玩的 我們禮拜五一起玩的夥伴啊 或是跟風哥的 Minecraft Tuesday啊 或者有時候跟阿神拍片啊 就 除了拍片以外 其他時間 也不會特別長了 除非是 欸 我們今天看到了 什麼西瓜的東西啊 我可能會跟誰誰聊一下 看到 這個豬豬好可愛喔 可能會找我媽媽聊一下天 對 那可能 看到一些食物的東西 然後稍微分享幾個人 就 比較是這個樣子 不會特別的去 去 聊一些五四三 因為都是 時間 就是放在錄影啊 剪片啊 這上面 那我反而會覺得這樣還好 會因為這樣子 就 就跟 他們關係不好嗎 也沒有啊 大家說要出去玩 馬上就一下 大家都走 對不對 今天說要 要play什麼 大家都 哇 都會很一起 因為我們都知道了嗎 陪伴的時間 不是我們的重點 而是我們陪伴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知道 彼此要的是什麼 彼此都是開心的 我覺得這比較是 是要的 對啊 下面很多人說 巧克力怎麼都不在跟鬼鬼玩遊戲 為什麼 你們都自己玩 這第一 這代表一件事情 你們沒有看鬼鬼的影片 因為鬼鬼影片也有說 第二 這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都是重事業 大於朋友的 因為 之前鬼鬼也有說啦 在他頻道還有說 就是他跟我們拍的影片 其實也確實是 就你們都 你們說想要看鬼鬼跟我們玩遊戲 可是你們又不去看鬼鬼影片 這樣就不對啦 對不對 鬼鬼他跟我們玩的影片的觀看率 比他自己 拍影片的觀看率低 那這樣很吊詭啊 一起玩 明明玩得更開心 可是你們反而 不愛看 對不對 那他也別無選擇 他為了要 能夠生活 他為了要能夠讓支持他的人 喜歡 他們喜歡看的那個系列 那當然他還是要自己拍一些東西 拍一些 各式各樣的東西 對不對 這就是 大家的選擇啊 我們為了事業 但是我們彼此都知道 如果他今天有哪個系列需要我 那絕對沒問題 反過來我哪個系列要需要他 那你當然也沒問題 可是 就是 比較多的這種 合作啊 或者是拍片啊 那他就會選擇比較自主 自己來 對 這就 這沒有什麼難過 或者是什麼的 這就是 我們都是為了 我們自己的事業 他必須要為了他的粉絲 而去選擇 畢竟 每個YouTuber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要為了 大部分的粉絲 而去做著想 少部分的當然也會 可是最重要的是大部分 這就像是 漫畫一樣 對不對 如果你評比比較差的人 他就必須要停刊 即便 即便 這個編輯再好評 因為能夠上出來的 你在Jump裡面可以看到漫畫 一定是編輯大好評他才會推出啊 他幹嘛推出 他們自己都覺得不好的 對不對 一定是他們自己都覺得很棒 可是 現實的就是這樣子 大家不喜歡 那也只好停刊 那也只好 換新的方向 對不對 我們YouTuber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 如果 欸 比方說我跟這個人 跟媽媽 假設跟媽媽 正義貓貓以後觀看 不到一萬 大家都不喜歡看了 可是我 自己拍的影片 隨便拍的影片 我十幾萬觀看 那我怎麼那麼的多 那 等到那一天 正義貓貓可能就會停戰 對啊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不是說不尊重 那少數的人觀看的全力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還是最大多數的 因為 那才是 維持頻道 才是 YouTuber該做要的 該最重要所做的事情 反過來 對不對 我們所推出的新的系列 新的東西 也有可能會是你們 更想要看到的 就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 我們都是這樣的 去選擇的 所以不用再說 啊 很想要看誰啊 很想要看誰 對 就是 我們都會去看 都會去 尋找方向 一定會努力的 不斷的推出 你們喜歡的影片 對啊 當然同樣的 這以前也說過 我們所推出的 不僅會是你們喜歡的 也一定是自己喜歡的 為什麼 如果 你們喜歡的影片 喔 我不喜歡玩 那 我玩的會痛苦 你們也會感受得到 對不對 我們是朋友 我們都把小小客當朋友啊 那你們也不會希望我是 玩著不喜歡的遊戲 即便你們開心 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是怎樣 我們都開開心心的玩 也讓你們開開心心的看 今天會到10點嗎 就差不多啊 看到標題想到很大的朋友 反過來也是啊 大家 小小客會推薦我 很多很多的 遊戲 很多很多的系列 或者是很希望 我回去玩 某些某些的遊戲 可是時間是有限的 我遊玩的時間都很少 所以 我會去衡量 就像我們在 我JR一樣 如果你 想要犒賞自己 你要玩 選擇遊戲呢 還是選擇大餐 我跟媽媽都是選擇大餐 為什麼 我只看到很多人 後來都說是遊戲啊 遊戲才可以長久 大餐 吃了就沒了 可是你們知道嗎 像我 我很喜歡鬼機系列 對不對 我還有拍那個 閃之鬼機 拍了幾年啦 都還在玩 然後它 空鬼也有重製 空之鬼機 FC 它有 簡單來說它有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 它有三款 三款都已經出了 我都買了 我現在還在玩第一款 還沒完結 已經玩了一年多了 你知道嗎 就是 我們時間比較有限 能夠玩的時間有限 所以 連自己 非常非常喜歡玩的遊戲 都 比較少時間遊玩了 更何況 還有更多更多的遊戲 在等著 所以 時間 遊玩的時間 真的比較少啦 呵呵 這話題有點沈重 還好啦 只是讓你們更加了解 我們是 如何的選擇 對啊 多喝水 咳 咳 咳 我是將翰 將翰 我的任務還沒完成喔 對啊 將翰你的任務真的是 很頂級的任務欸 不要讓我媽媽死掉 這任務真的比較難 但我相信有一天 會完成的好不好 呵呵呵 是將翰本人欸 哇嗚 太酷了太酷了 所以 像大家的留言 直播我不一定 每一則都可以看到 畢竟 我想要 專心的玩遊戲 或者是 像聊聊死經 有時候想要專心的 說出我的話 的時候 那個聊天室 畢竟沒辦法每個都看 希望大家可以見了 但是呢 你們在YouTube的留言 或是在 FB訊息我 我都會去看 但是我絕對也沒辦法 每一則都會 因為你可以試試看 每一則都會 呵呵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所以 所以 如果大家有什麼話 想要讓我知道的話 你們就可以訊息啊 或者在 在YouTube留言 打哥哥 對 巧克力有考慮玩其他遊戲嗎 手機遊戲我都還好 畢竟我有電腦 對 我就比較想玩電腦的 手機遊戲的話 就是會喜歡玩 那種比較 不太花時間啊 或者是像剛剛玩的 唱之騎團 比較有故事的 對不對 你就 就不會有一些壓力在 巧克力在你寧可裡的選擇 都滿出乎意料的 反過來我也是啊 你們選擇的答案 也滿出乎的意料的 可是這就是 好玩的所在 因為你會 瞭解到不同的東西 我也還滿期待 可以有更多的 你寧可的 作品 不過 我也希望 是比較能夠 該怎麼說 讓人為之驚喜的題目啊 或者是讓人 可以更加去思考的題目 不是單純的 比較興趣 像你喜歡可樂或雪碧 這比較興趣 對 可是 有沒有 一兩題的話還好 也算是大開眼鏡 讓我知道 哇天啊你們居然會喜歡的是雪碧 對 只是因為我們畢竟玩過 比較多的 我就對了的 內容 題材 所以會希望 有一些新的作品的話 希望 內容是比較深一點的 比較 有創意的 對啊 看大家也很喜歡 我就對了 我覺得真的很酷 呵呵呵 很酷很酷 嘿 感謝查 喔 集留言 75塊可以說話了吧 你可以說句話啊 對不對 不要超級留言嘛 可以說句話啊 感謝超級留言 不要迷戀姐姐 只是個傳說 呵呵 巧克力花多少時間在工作上 就 如果要直接說的話就整天 但是因為就是切割式的嘛 YouTube的職業是很自由的 對啊 就是切割式的 所以 所以 我自己身邊的實況主朋友 他們也都 都很棒啊 我就會跟他們約 有沒有 欸今天晚上10點有沒有空 沒空沒關係 就下一位 我每次都是跟他們講的 就是很 很隨意 對不對 不要覺得拒絕會怎樣 因為我們每個人 都會有自己的時間壓力 跟頻道的考量 對不對 不要覺得拒絕怎樣 拒絕 非常的OK 因為我們能夠合作的機會 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永遠不用覺得 拒絕如何 對 小克力你影片全字幕比較多人看嗎 其實沒有 呵呵 你自己去看啊 喬喬精華的影片其實 觀看 是有 但也沒有到特別的高 只是我很喜歡 所以 還是會推出啦 不過最近 最近 能夠配合的 那個 簡潔視野比較少了 因為他們有要忙 客業 所以如果你們 覺得 對剪片有興趣 但是 有個但書 能夠簡潔的 像現階段的 喬喬精華 的level 一樣的話 那種的水準 不是說風格一樣 但是就是那種的水準 你們也可以 好不好 私底下 FB訊息 或者是Gmail 我們可以合作 對不對 一個禮拜 14部影片 我的頻道 就那一部 是喬喬精華的 那 我也 也算是一種休息 好不好 如果 你們 對剪片 有擅長的 我們可以來聊聊 不過這 可遇不可求阿 如果到時候 能夠配合的剪輯是比較少的話 可能 週日同樂日 也可能是我自己剪 可是就不會是全字幕了 就是 簡單一點的東西 給大家看 對阿 悄悄有時候會不會迷茫 該不該繼續做影片 不會阿 因為我覺得 玩遊戲是開心的 剪接影片也是開心的 讓你們看 你們的留言 也都是會讓我開心的 這就是YouTuber 最大 最大的魅力 因為我們可以 感染很多人 就像 What You Rater一樣 有沒有 這樣一個影片 然後去可以 讓你們這麼這麼多人 回想 你們那麼多人 願意分享你們 自己的選擇 你們的想法 甚至是你們的故事 我都覺得 這件很棒很棒的事情 對啊 所以 我們有沒有 看到你們 這些想法 所以今天來也來 特別跟你們聊一下 你看 有時候就有些人問說 欸為什麼你在你的影片裡 以前有跟誰誰誰玩 現在怎麼沒有 就像剛剛說的 因為我們都是什麼 我們都是尊重彼此 我們是重視野 對不對 彼此有彼此的頻道的選擇 頻道的規劃 所以當你問說 你為什麼沒有找誰的時候 那肯定 就是我們頻道規劃的問題 肯定是因為 你可能只看某一方的影片 肯定是 當我們推出合作的系列的時候 其實你們沒有那麼多人喜歡看 所以我們 才會去選擇 就是可能是自己玩 或是可能是跟某些人玩 對阿 這是一些頻道規劃的選擇阿 嘿咻 我想一下喔 我記得好像 原本還有跟你們聊些什麼的 或是沒有什麼問題 也都可以來了 說說 聊聊 倒杯水 你知道我現在 都會把水壺帶到我房間 這樣子想喝什麼 就可以開心的喝 感謝超級留言 自己的事業開心做 沒錯阿 我覺得 我們youtuber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 事情阿 就是 當然是我們已經做起來 因為如果你說 你現在要做youtuber 我一定也會持比較 反對的意見 就像 其實很多人會想要訪問我 你知道嗎 就是 常常你們的 我還蠻好奇的 就是現在其實好多的 那個 學校的功課 都會有職業訪談 我 我反而沒印象 我以前有 這樣的 功課 對阿 只是我這邊都是一貫說法 就是我 這邊不接受職業訪談 因為我覺得 我本身 就沒有那麼的推薦youtuber 這樣的職業 所以會希望你們去訪談的是 一般的職業 所以我 一概全部都是 拒絕的 對阿 因為youtuber 他就是一個 坦白說 就是非常的 你可以想像 他就像是一個藝人的生活 那藝人的生活是怎樣的 就是你 底下要能夠出頭天 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就算你能夠做起來 能夠踏出第一步 要能夠踏出第二步 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對不對 像我們是很幸運 已經走到了第三四五六步 那當然就會變得比較幸運一點 是能夠持續的把這個當成工作做下去 就會很幸福 因為我們是做著自己 很興趣 很開心的事情 同時又可以感染那麼多的人 那 這下真的很少很少的工作是這樣子的 很棒 對 可以感染那麼多人 帶給那麼多人歡笑 我覺得很開心 只是真的很困難 能夠做起來的話 所以一概 我都是不推薦 一概都會希望你們職業訪談 是去找一般職業的 去瞭解一下你爸爸工作是如何 他的辛苦在哪裡 瞭解一下你的哥哥姐姐媽媽 或者是你的伯父伯母表哥表兄妹 對不對 去多瞭解一些其他人 甚至是瞭解你們老師 那職業訪談又沒有規定說 不能訪問老師 不是嗎 你好像以為你很瞭解老師 每天都在見到他 甚至你覺得好像討厭這個老師 說不定 你職業訪談他 唉唷 會給你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也說不定 當然如果有限制不能找老師 你還可以找疊人 對啊 就只是一個 希望你們可以去認識 更多更多的其他職業 而不是 覺得YouTube好像很棒 因為永遠 你們只會看到的是 我們比較光鮮亮麗的一面 就像是藝人一樣 只會 展現 比較好的一面給你們 為什麼會希望你們開心啊 我們是帶給你們歡笑的 不是讓你們擔憂的 對不對 對啊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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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話話說話 上次 上個禮拜我們聊聊的時間 有說到什麼 我們說到作文題目 呵呵 就是說 可不可以 影軍據點 我們作文題目很常怎樣 就是寫作文的時候 影軍據點啊 這孔子說什麼啊 孟子說什麼啊 古有雲啊 或者是 那個 說一些成語啊 對不對 然後我那時候很好奇說 可不可以說一些動漫角色 像我剛剛有沒有 就說獵人奇啊 曾經說過什麼 之類的 然後 真的有那個 很多人去問他們的國文老師 然後 他們老師 他們的回答就是 老師也覺得是可以的 為什麼 重點是什麼 你 的 中心價值是什麼 你從中 獲得了些什麼事情 那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我就跟大家講了嘛 畢竟我是什麼 學霸啊 我大學的時候 大家都是講學金啊 雖然大學沒什麼在寫作文啊 呵呵 呵 我以前 這個 作文 我的這個 這個字 雖然草 文筆 雖然稍差 但是我的 做文每次的分數其實都算是偏高的 因為我都會有 價值之所在 對不對 所以 不論如何 你可以 各式各樣的動畫 或者漫畫 對不對 或者是電影 韓劇 日劇 重點是什麼 你從中得到了一些什麼 你學到了一些什麼 甚至你可以飲用這個 巧克力的直播台啊 或者我這個 很喜歡看巧克力的頻道影片啊 他今天就跟我講了 朋友的事情 然後讓我覺得 怎樣怎樣這樣 欸欸 我這樣子就會真的覺得 如果你這樣去寫作 你也要跟我講一下 我就覺得 哇 背誦感動 真的有感動到你們 呵呵呵 對啊 而且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為什麼 我甚至覺得老師也可以去 應該要主動去推廣這些事情 就是 原因在於 無論你們在閱讀的是什麼 唉唷 你們都可以學到東西 對不對 我今天不是看了 看了日劇 看了動畫 甚至看了什麼 看了鋼鐵的這種超級英雄片 動畫片 看得好爽 然後就沒了 我是看了之後 不僅爽 我還 在生命上面 學到了一點東西 對不對 還可以真正正正的 獲得到了一點體悟 我覺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對啊 所以 像我自己平常 那個 我們在玩我的紀錄隊的時候 其實中間有剪掉 一些 是媽媽思考的部分 呵 比較多是媽媽思考的部分 然後媽媽很 很壓抑啊 說為什麼 這麼快就秒答了 因為 我就是很喜歡胡思亂想啊 我看了什麼作品啊 或者什麼事情啊 我就會去 胡思亂想 就會很多都已經會先想過了 對啊 就是 我覺得 都會獲得到一些什麼事情啊 對啊 呵呵呵 老師表示 叫你寫作文 你在那邊寫巧克力 可以 重點是什麼 學到了什麼 對不對 獲得了一些什麼 巧巧還有在追獵人嗎 有啊 他停刊了啊 他真的又是年刊啊 一年十回啊 對啊 呵呵 很87很87 第一次看到巧巧說的那麼認真 那你一定很少看我的巧巧聊聊台 Google 不對 YouTube 巧巧聊聊時間 你可以看到更多 呵呵 話說 我跟大家講 我今天去剪頭髮 然後 那時候呢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現場 他可能不在喔 我今天去剪頭髮 然後 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小弟 那時候我就看到他在看我 然後我就想說 該不會 然後 接著我就跟設計師講說 要怎樣剪啊 然後就看到他在那邊 稍微 移動 就是下來 他的座位 然後走來走去 然後好像在瞄我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唉唷說不定 會不會是小小客呢 對 只是就在跟設計師講話 然後接著就去剪頭髮 就在剪頭髮過程 對 然後 我就想說 畢竟在剪頭髮 你就也不會特別跟這小弟講 然後我就 我剪頭髮習慣閉著眼睛休息一下 然後我就聽到 聽到我的聲音 哼 他在我旁邊 看我的影片啊 哼哼 哼哼哼哼哼 我就想說 天啊 哼哼 我在這裡啊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有沒有要跟他打招呼 對 我就剪完頭髮的時候 然後張開眼睛 他已經不見了 我就想說 好可惜喔 真的 我就在我旁邊看我的影片 我就在超爆笑的 我就邊憋笑 然後邊閉著眼睛 然後等剪完頭髮 剪完頭髮洗洗個頭 欸欸欸欸 人怎麼不見了 對啊 這比較可惜 沒有跟他聊到 好不好 如果你們大家 路上 這樣也很奇怪 因為我是大眾臉 所以你可能在路上都會看到 比較相似的 至少在台中好不好 不會出去 他可能也很訝異吧 也想說 奇怪了 他認識的巧克力 應該不會出門啊 頭髮應該是劈頭上髮 呵呵呵呵 超麻契的 弟弟知道一定有難過 不會啦 他知道 他知道 所以下次也會去剪 呵呵 因為我原本還以為他是 他是那家店的 可能 某一個設計師的 兒子之類的 或是弟弟之類的 對阿 因為他感覺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在剪頭髮 因為他在看影片啊 所以他可能 要嘛是其他客人帶來的孩子 要嘛是那家店員的...人的...認識的人 對啊 我也沒想到他應該繼續宰 然後剪完頭髮他就不見了 比較可惜 所以你的頭髮剪壞了嗎 沒有 媽媽 我不是... 我不是吸... 我頭髮剪的很OK 好嗎 OK 我說那弟弟說不定以後每天都在理髮店等你 我一個月也頂都去一次好不好 對啊 他說記一下 4月9號 看到了疑似巧巧的男人 好 接著 可能從5月1號到5月15號他都會要每天去... 去守在那裡有沒有 呵呵 8787 媽媽說為什麼我的贊助不見了 你又沒有出現 你又沒有超級留言成功 有超級留言成功就一定出現好嗎 你說你的那個巧克力的贊助 啊你又沒有續定 哭哭哭 嗚嗚嗚 有沒有 我莫名的想哭 大家路上如果真的... 疑似看到我 真的覺得那是我的話 你可以問一下好不好 都很歡迎 有沒有 就問一下 行的行的 啊 呵呵 你就沒有繼續贊助下去啊媽媽啊 啊 贊助有時候會突然間消失 沒關係啊 你就那個超級留言個100枚 說不定他就會出現了 呵呵呵 啊 所以巧巧是有要字幕師嗎 幫上字幕的 不是 是剪輯師 剪輯師跟字幕師不一樣啊 就是 巧巧精華的那個 都是他們 自己剪的啊 那不僅是上字幕啊 那還有特效 那還有配樂 還有很多的東西 對 如果你只會上字幕的話 那沒有辦法 你要像 像他們那樣 比較多的內容 問錯就尷尬了耶 還好吧 你就路上 遇到人問他說 欸你是巧克力 對不對 還好啊 呵呵呵 唉 瞧瞧你是如何求學的 我知道大家 讀書 一定都讀得很痛苦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就像孟子有說一句 欸 孟子說這句話 他的 那個 學問之道跟放心的意思 其實是指 就是 求學的途徑要 該怎麼說 就是 你要抱持著 良心 好不好 你只要 拿回你走私的良心 那你就可以 有著你自己的人生的道路 你的學問的道路 可是我覺得以白話文去看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 一樣的意思 就是白話 什麼 就是 學問的道路嘛 你就是 為什麼要讀書 就真的只是為了放心啊 你有自己的興趣 而且你覺得你的興趣可以成為職業 那當然很好 可是很多的時候我也是一樣啊 我真的覺得 我沒有 國中高中 甚至到 大一大二 我也沒有什麼興趣啊 我也不知道我未來幹嘛 那幹嘛 那怎麼辦 就讀書啊 因為為什麼 你讀書 你放心 為什麼放心 你未來的道路就是很多 你未來能夠選擇的方向 就是比較多一點 因為 你至少有什麼一技之長 對啊 這件的故事我講過幾次啊 我就快速講過 我自己的職業是 小小小小小 好不好 各種的改變 那就像我說的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 到了大學 勉強覺得好像寫程式比較有興趣 原本要成為一個 程式設計師 但後來發現這個世界 台灣的業界不適合我的 感覺 我自己很倔 對 所以我就轉換跑道 轉換跑道之後 當顧問師 發現 好像也是不太喜歡的 這個業界 我就是這麼的倔 對不對 我就不喜歡這個環境 然後再轉換跑道 到Youtuber上 那就發現了 一拍幾何 從前我就覺得 我喜歡一些小聰明 Youtuber就很適合 因為他需要很多的創意 從前就覺得很喜歡 該怎麼說 就是開開心心的玩啊 或者是這種惡作劇的心態啊 或者是帶給大家歡笑啊 哎呦 就都很符合 就是這個樣子 生命自然會找到出爐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去想太多 覺得 哇讀書好苦喔 好煩喔 就 就加油啦 對不對 就把讀書當什麼 當BOSS啊 當遊戲啊 對不對 今天我就要打贏這BOSS 我就要幹掉這個數學題目 好不好 殺了他 加油加油加油 好 學問知道無他 求其放心 放心放心 沒問題的 唉 對阿 不用擔心啊 小小露臉 其實聊聊時間 搬家的時候 是有想過 就是 可以 架個試應鏡頭 或是怎樣的 可是就還是覺得 我比較喜歡這樣子聊 就是這樣子感覺 純粹是 在話語裡面 對不對 畢竟 你有了鏡頭之後 好像就會 要有一些其他的表演欲 在講話的過程當中嘛 就是難免是要 有些手勢啊 或者是怎樣啊 好像比較有說服力 對啊 感覺這樣子比較 真正像是聊聊時間 很簡單 很純粹 就只是一個BGM 就只是一些話語 沒有一些其他的 就單單純純這樣聊 可以讓我看不看橘子冰嗎 每個禮拜六 晚上 都會有喔 恰恰會擔心小巧克 突然不喜歡你嗎 不會啊 你要去看上禮拜的 聊聊時間 好不好 會覺得 那恭喜你們畢業了 對不對 畢竟巧克力 玩遊戲就是比較幼稚 想問個 講學精巧 你怎麼確定你的學習是 真的懂的嗎 其實這我也很難 說得通耶 我自己是 這樣子啦 雖然我說我是 講學精巧對不對 可是我 我人生是這樣 我國中的時候是 頒獎前十名 沒有到前三名 就只是前十名 而且我都是講 上課的時候都在 稀哩花啦的混啊 甚至看漫畫啊 那考前一個禮拜才讀書 然後就可以考到 班上前十名 好像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到了高中一樣 用這樣的讀書方式去做 唉呦 也是班上了前十名啊 甚至前三名 只是變成倒數了 呵呵呵 對 就變成真的樣子了 那 高中期間幾乎都是那樣 只有到了最後要拼學測的時候 我就真的很有努力 有拼到真真正正的 班上前十名 只是 學測的時候其實有考差 所以我自己上的 我是公立的高中 卻上了私立的大學 這對我來說當然是下降 但我也蠻慶幸下降到私立大學 因為 因此我總覺得 我到大學的時候也感覺 像是一個讀書方法 開竅了 就是 你知道嗎 也是一樣上課的時候 老師有些課 老師上他的 我不甩他 那 我也是考前的時候 在找朋友 讀一讀 一個晚上 就把一學期的課 一學期兩三個月 對啊 都搞懂了 然後 考試就可以考得很好 我也不知道 是因為我 考的是私立的學校 所以 這樣的內容比較簡單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因為微積分感覺也是很難啊 那也是比較困難啊 那還是我真的 讀書方法開竅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讀書方法 我已經開竅的時候 也很難去跟人家講 那樣子是怎麼樣做 因為每個人適合的方法不一樣 我只能說 你不要覺得 既有的方法一定就是對的 你要去尋找自己的方式 對不對 你就給自己目標 沒有達成的話 那 去修改你的 方向 你自己的讀書的態度 對啊 可是當你去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你已經很棒了 為什麼 因為 你是在努力了 更多更多人是 就是 就是覺得讀書好煩啊 對不對 我以前也是啊 只是就是希望你們 對不對 像我剛剛說的 求其放心 好不好 求其放心 巧巧 巧巧 讀書時期有補習嗎 呵呵 其實我很不好意思說 因為我以前 我家人沒有要我補習 我沒有補習的壓力 是我上了高中之後 自己 跟我家人說我要去補習 天哪 我怎麼那麼帥啊 我就去補英文 呵呵呵呵 呵呵 所以我現在英文底子很好 好不好 呵呵呵 自己都不好意思說了 我跟你講 我自己 真心覺得 讀書真的是 靠自己啦 你補習或是什麼 它確實是一些幫助 可是 重點還是你自己抱持的 什麼樣的決心 就算你今天是你自己提出來 像我跟媽媽自己提出來 媽 我要去補習 對不起媽媽 我補個半學期之後 我就在翹課啊 呵呵 我就覺得補習班好累喔 欸 上完了一整天的課 你 還有力氣去補習 還要在那邊聽一些五四三 還有那麼多的功課要去做 喔不好意思 這一期我真的在浪費媽媽的錢 媽媽我對不起 我補習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在翹課 對啊 跟我朋友去漫畫店 跟我朋友去網咖 呵呵呵呵 我覺得 當你今天需要別人 逼你去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或者是你要求別人逼你 我覺得那都是一樣 你可以往前進 可是那絕對絕對絕對都沒有一件事情 是你自動自發的去讀去做 還要來得快 我大學能夠拿到獎學金 全部都是我自動自發 我就覺得讀書應該要這樣去讀 我以前從來沒有課前預習過 課後複習從來沒有 我大學的時候就去嘗試 我完全看到新的天下 我從來以前沒有 私底下去找讀書的團隊 找朋友一起去閱讀 找朋友去問問題 頂多在上課的時候 頂多是真的不會的時候去問 可是我在大學的時候做了一些改變 去嘗試 我花了比以前還要少很多的時間 卻獲得到了很大的成績 就是真的就是改變自己的讀書方法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你是主動的 而不是被動的 可是很難啊 真的很難 因為大 也不是說大 人類 的本質就是怠惰的 呵呵呵 所以你一定要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讓自己可以覺悟 有人說啊 都在大學開竅之後 成績就會狂飆 那我覺得都還好啦 就是成績好 成績不好 都是其次 就是慢慢的是要怎樣 找到自己的興趣 所以在你還沒辦法找到之前 你就 努力 即便是被逼的 對不對 至少 至少 你 找到一個人 找到一個方式去逼迫自己 那我覺得也是OK 畢竟要獲得到覺悟也是很難 我也是到了大學才有辦法 對啊 那本來就很困難 所以大家 沒問題的好不好 沒問題的 呵呵 慢慢來 感謝超級留言 謝謝你喜歡我的影片 你很開心 可以讓你 太開心心的 呵呵 瞧瞧你的體能好嗎 拜託啊 欸你要看我的你寧可的影片啊 我以前怎樣 拜託啊 這個是 班上的體育鼓掌欸 國小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是不是啊 但我們以前 國小是體育鼓掌的 都是班上 體育最好的人 就是 大家都是給體育最好的人 當體育鼓掌 謝謝大家 對 到了國中高中 都還是體育優秀的 到大學開始就下降了 為什麼 因為就比較少運動 呵呵 對啊 都比較 比較 沒辦法 比較沒辦法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常運動 啊 還有誰 不是借球的嗎 借球 那應該是到了大 大學吧 我也不知道欸 我們國小的時候 真的是體育最好的 當體育鼓掌 國中我就忘了 國中以後 我好像就沒有特別 當體育鼓掌 可是 也是在班上 體育算是不錯的人 好不好 我體育運動細胞還OK 謝謝 謝謝 今天不是語言節好不好 文武雙拳 唉呀 這職人怎麼這麼會說話啊 你怎麼這麼的了解 哇 你一定是我的博樂啊 但僅限於以前啊 呵呵 現在 你不運動 當然就會體育下滑一點 對啊 比較可惜 不然我 遲早 以前 目標就是 夾子圓啊 呵呵 八七 對啊 欸欸欸 有人還記得了 為了手機 追計程車 還追上 人家計程車事情還嚇到啊 呵呵呵 超八七的 嗯 嗯 不是打嘴話 血靈靈的啊 對吧 都跟你們講真的啊 對啊 為什麼呢 因為 不好的不會跟你們講啊 呵呵 呵呵 呵呵呵 一定都是什麼 好漢就要提當年有 對不對 就把當年最好的影片跟你們講 所以 這個 老巧克就聽到 想說 欸奇怪 巧克力怎麼每次都在講一樣的 每次都覺得講大學是學霸 以前就不是啊 在那邊嘴 呵呵呵 每次都講自己 以前是 那個體育鼓掌 體育很好 那你現在就不是啊 欸對 對不起現在都不是 呵呵呵 要多運動 要多運動 這個 有心 有心最重要 對不對 有心最重要 沒有關係啊 這個 沒有運動細胞 沒有讀書細胞 上帝給你關了一張窗 一定會給你開一張門 你現在沒有辦法找到 遲早會找到的 對不對 慢慢來 慢慢來 呵呵 如果 呵呵 等於大家說只有往事能夠拿出來講 沒有 唯一有現在的事情啊 現在事情就只有巴西的事情啊 有沒有 像剛剛說的 這個 剪頭髮衣到小巧克 結果他不認識 呵呵 他沒有認出來 就只有巴西的事情了 可惡 可惡 對 沒辦法 因為現在 比較少出門 呵呵 能夠講的就只有網路上的事情了 好不好 呵呵 就只有我讀到什麼動畫啊 或什麼的 好不好 可惡 可惡 餘恩節之後 縮好的健身房也沒有了 沒有健身房他一直在頂樓等著我 對不對 至少 我知道他的位置在哪了 比起另外 兩個 人 同一棟大樓的好夥伴 他們知道有健身房 但不知道在幾樓 哼 哼 來了半年都不知道在幾樓 我這 一來就知道在哪一樓了 代表什麼 我的心態幹嘛不一樣 嗯 遲早會去的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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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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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頻道規劃 對啊就是看 如果有那個機會 我們就會去做 沒問題沒問題啊 好啦再聊個兩分鐘 這個會放紀錄檔嗎 會啊 會慢慢的放 好不好 欸咻 如果青鬼有四巧巧會玩嗎 會 應該會啦 會啦會啦會啦 青鬼 大家光看也是下滑 只是我還蠻想要看他的故事的結束 所以我目前就是 還是會想要把他拍完 只是希望大家 青鬼我覺得他沒有去的 可以多看看 這種RPG遊戲就真的比較 比較可惜一點 大家會比較少去看 尤其是恐怖故事也是 青鬼算是比較少數 大家也會比較喜歡的 只是真的也是 觀看也下滑了 恰恰會覺得睡覺很浪費時間嗎 會啊 可是人類就是這樣沒有辦法 一天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不然你看 一天 一個人的生命 一天比方說你睡八小時 就是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 你活一百年 三分之一 有33年在睡覺欸 我天啊 33年有很多人連活個33歲 都不一定有辦法了 但是你卻33年都在睡 對不對 可是沒有辦法 為了健康你還是得睡 好不好 你為了健康還是得睡 你才有更長遠的未來 你才可以活到一百歲 像我自己的話 大概會活到 300歲左右吧 呵呵呵呵呵呵 嗯 87 找不到意義 找不到什麼東西 至少你在這裡啊 對不對 意義什麼的 會慢慢的 慢慢來 還年輕 說不定我活到 一百歲 跟我現在 這想法又不一樣了 我想這是肯定的 對啊 你每個階段 都會有每個階段的瓶頸 慢慢來 小小你確定一天睡得了八小時 我現在比較切割式啦 你知道有一句話說 午覺 半小時 等於 就是三倍的晚上睡眠時間 但是午覺只限半小時到一小時 你睡超過一個多小時 那就是睡太多 那沒有效 所以我有時候會睡午覺 這樣就代表我睡很多了 呵呵呵 Switch的SATA好玩嗎 好玩到爆炸 好玩到爆炸 那遊戲就價值一萬塊了 好不好 完全覺得 薩爾達值得你花一萬塊去買 呵呵呵 只是那不會開台啊 那就是我自己私下玩得開心 因為那個玩得很放鬆 很簡單 嗯 而且我就是玩得很 很 頹廢 嗯 偶爾玩玩偶爾玩玩 然後是地毯式的 各式各樣的 去 去玩 欸咻 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差不多就聊到這裡啦 下次有機會我們再來聊聊天 好不好 今天再來聊聊天 最近比較忙 但是說應該也會再找時間跟大家聊聊 希望大家 還會喜歡這樣的一個聊聊時間 然後 老樣子 你們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生活 或者是什麼 其實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甚至是 在FB 稍微大哥 呵呵呵 在FB粉絲團可以訊息喔 我都會去看 對啊 我不一定會回覆你們 但是你們所說的話 我都會去看 那或許有時候 你們說的話 特別特別的感觸到我的時候 我可能會回覆你 甚至是 我們之後聊聊時間 就可以來 聊一些有的沒的 對不對 那也 希望大家 不論是做為朋友的一方 還是你們去尋找朋友 都不要 是用這種朋友勒索的方式 都不要被朋友勒索到 就算是這樣子 你也要知道 真正的好朋友 對不對 不會繼續做這樣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更好的朋友啦 感謝你們 感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的聊聊時間 再會囉 大家晚安啦 大家 掰掰 後 CF 一會兒 北京 北京 遵路 可